你压根就不了解我 你别说我不了解你 我什么都了解 了解的我都接受 包括那个孩子 少夫在争吵后突然发现 这个小奶狗喜欢的是他明星的身份 并不是他这个人 和他在一起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少年时期的幻想罢了 你孩子呢 孩子的那张小领 你双眼睛 他是不会骗人的 而且作为记者的小奶狗王帆扬 已经知道了他有个治长儿子的事 我走了 玉珠不舍得王帆扬离开 但是又没有勇气叫住他 他们还能在一起 离开房间后的小奶狗王帆扬 没有停止帮玉珠争取回主角的位置 还在找各种关系给剧团释样 我有病 你才有病 你怎么还骂人呢 没结婚 你哪位 你对不起打错 刚才团长从医院打来电话 说省委宣传部的江副部长 打电话来问他 问玉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带这么弄下去啊 恐怕连中央办公厅也得出面 替玉珠申冤了 你看不出来啊 玉珠和那个小男朋友向我们挑战 我真看不出来 她真的是手眼通天 就算是这样 李导演还是不打算 恢复玉珠女主角的位置 玉珠不是说了吗 不在乎她的女一号 好啊 那我们就成全她 让她一心一意谈她的恋爱去 有两句话跟你说 说完了你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 用你门上的钥匙 用完了我就还给你 今天网报看了吗 你不会不知道 我从来不看报纸吧 那好 那你今天就看一下 有你的文章 李导演以为是玉珠和小男友 合谋做出的反击 事实却是小男友 不想让自己的心上人 变成普通人 而发动的关系 我以为你真的不在乎 真的不在乎 演不演什么女主角呢 我当然不在乎 演不演这个见鬼的女主角 那你和你个小男朋友 到处跑什么呀 上蹿下跳 连省人大张主任都惊动了 你们处理我处理的有理 你们怕什么呀 心虚什么呀 心虚什么呀 我才不心虚呢 心虚的人才四处找人 八方联络 博取同情呢 你叫你个小男朋友 别再给你丢人现眼了 有本事就别演那个女主角 撒花约会 一股脑疯狂恋爱去 既有出丑闻 又不想受惩罚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两头田的甘蔗 面对李导演的指责 玉珠说出了那一天晚上 没有住在宿舍的原因 太可怕 原来你不比文革 整我那些人强 我跟一个小我十几岁的男人 谈恋爱怎么犯法了 你们用撤划 来对我进行宣判是吗 什么小度急长的男人 这么多年我真是瞎了眼了 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当成我自己的哥哥 玉珠看李导演的关系是哥哥 而李导演想的是 要和玉珠谈恋爱在一起 所以他对玉珠 也不归宿耿耿于怀 你怎么不说话了 谁惩罚你谈恋爱了 我是惩罚你不遵守纪律 全团的演员 等了你一个晚上 你以为我会去哪呢 那是你自己的事 玉珠和李导演 讲起了关于文革当年的事 那时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你还记得那年 你到山沟里来看我 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男人吗 你说你要杀了他 后来我跟他有了一个孩子 不能完全说是他强暴了 我发现自己怀孕以后 我想找地方打胎找不着 可是胎儿已经 都四个月了 李导演知道了 当年玉珠受到的悲惨遭遇 顿时觉得自己错怪了他 他承认了自己的小肚鸡肠 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说呢 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叫他瓜瓜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哭声就上时在叫 瓜 而围绕在玉珠身边的男人中 有哪一个是真的能走到最后的呢 小肯定是给自己用人家的男人 这是一个天赌的 不会 所以我们在桑罗 以来 为他们跳到最后的